在这一节我们要介绍的是 我们如何让一张正常的照片 创造出像数位相机里面的那种大头狗的功能 其实现在数位相机 他想要将这个滤镜 这个滤镜的功能 想要把它全部都融到数位相机的内建功能 基本上我觉得那是没什么意义的 因为那些东西只要透过这个软体就可以做到了 我们先来看大头狗的功能 这里有一个扭曲 内缩和外扩 那我们这边可以自由调整 按确定 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把它复原 还有一个地方也有 在这个镜头效盛的地方 这里我们点着滑鼠左键 然后去拉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按确定 所以说这些东西是很简单的 都在滤镜这些选项 未来数位相机很多工具都会把它内建到里面 那如果大家学会这个软体的话 就不需要以来来数位相机的内建功能 解说到此完毕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